如 语言中超越 苏婆众生 虽能念佛 好好见识 好好是光大的意思 见识烦恼 时未福断 不但没有断 福 都没有福助 而能垂踪 行不颠倒着 云非自立 而能住持 乃权杖弥陀而来 霸击 语言中超 犹西大斯的 著作 阿弥陀间 三种祝旗给你们的一种 三种最重要的 学弥陀经 没有不学 这些 祖师留下来的资料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连池大斯的宿超 第二个是 偶尔大斯的要求 第三个就是 游西大斯的 圆中超 这是圆中超里面的文 大斯说得好啊 苏婆众神 指的是我们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众神 虽然能念福 也很用功 甚至于佛号一句接一句 还可以不中断 但是怎么样 尽私烦恼啊 不但没断 福都没有福祝 那 境界献前 习气 就献前了 但是 他临终的时候 能够心不颠倒 那一刹那之间 他就能得到福 来接引他 这什么原因 不是靠自立了 自立没做不到啊 那 二十 全张弥头 二来八戒 来八戒 来救济 一 这个地方 显示出 名号公德 不可惜 那 确实 说到名号公德 真的是 为佛与佛 方能就近 那 即使 发生菩萨 等着菩萨 都没有办法 把他讲清楚 让我们这些 凡夫接受 所以 这个法门叫 男性之法了 可是 他容易修成 那条件 偶尔大师 在药节里 就讲得好 只要真心 决定 没有怀疑 有怀疑 就不行了 佛没有办法 帮助你 一点怀疑都没有 真真运身净土 不愿意 再搞六道轮回了 把三戒六道 统统放下 心里头 专注这一句佛号 我们就能感动佛来 解 虽非真念 而能真念 真念 像海贤 海贱 老德 和尚 这些人 是真念 为什么 他不会被外面境界转动 叫真念 那文革凡夫 没有得到真念 可是灵命宗使 这个时间很短 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之内 念头能归真 那念头归真 是什么意思 要记住 这个时候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万云放下了 这就是二能真念 实际上 在这个关键时刻 能 真念的人 也不多 这是说什么 凡夫可以做得到的 那一个小时 真念做不到 十分钟可以做到 十分钟当中 这一句佛号 不夹杂 妄想 不夹杂 妄念 就这么短的时间 他就能产生一小苦 而这种方法呢 一定要在平时锻炼 临终才有把握 平时要不锻炼 临终还是没把握 我们念佛 念一个小时 念两个小时 能不能有个十分钟里头 没有咱念 这个自己要留意啊 我们能不能往神全靠这一招啊 两个小时念佛当中 里头能有个十分钟 没咱念 有咱念的不是真念 没有咱念的 这是真念 真念不能维持长时间 十分钟可以维持 好 慢慢时间会增长 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这就进步啊 功夫进步啊 那么他的根全在放下 真能放下 绝不留念 阿 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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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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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